你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太阳吗? 你见过凌晨十二点还在踢足球的乡村吗? 五万球迷的现场,甚至已经超过中超联赛了 这里足球的魅力远远超于你的想象 最干净的比赛,最纯洁的活动 即使现场停电,球迷也会自动点亮整个球场的地方 这里就是荣江的村超,足球的狂欢,欢乐的海洋,民族的盛宴 解说名嘴,韩乔生清零现场解说 村超上的任意球,这球的角度,力度,速度都是超高水准 这个投球真的超级帅 不晓得的以为梅西来到前东南荣江了 来听听韩老师的解说 荣江的父亲们对足球的喜爱 对文化的热爱,对家乡的热爱 都给我和网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相信通过村超会使荣江的名声 越来越广,美名传天下 更希望我们以足球为美 把我们民族的足球节日推向全国 荣江欢迎你 荣江的村超,欢迎来自全欧各地的村超联赛 共同加盟 我们一起为中国足球营造 优良的土壤,农村包围城市 村超引领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